复理箱代表会定期大会 今天由代表林梦柔进行50分钟的总质询 一开始针对复理箱镇内 2000多盏路灯任养计划成效不佳 要求箱公所推广任养作业时 应该要参考其他箱镇 并且与时俱进 多利用网路及活动推广 任养医院会提高 就会减轻每年庞大的电费 而公所也表示会后会会进行调整 复理箱总共有2000多盏的路灯 一年下来的电费数字庞大 复理箱名代表定期大会上 代表林梦柔针对路灯任养活动提出建议 并且这半年来任养路灯数是零 认为公所推广任养的活动成效不张 希望公所能够参考其他乡镇的方式 让民众能够用爱心点亮平安回家的路 复理箱公所的任养路灯 一年应该是600块 我那时候看了资料 公所是有资料的 可是就是一个 我记得是 你叫什么 word的表单 在表单下载那边 我是希望我们可以与时俱进 现在都2023年了 很多可能大家用线上填就可以 线上直接转账 直接回到照片 公所再去查账 做后续的这些就可以了 公所得出回应 会后继续把网页整理 再与公所相关课室来调整推广活动内容 也希望用比较便明的方式来办理 让民众也都能够轻松不费力的来任养路灯 之后我们可能会在各个活动 或是我们官网也可能会检讨 然后重新就是看怎样让大家来 对我们不理社区的一些路灯能备养 会维护这样子 然后这样我们可能会对我们不理社区的 那个路灯的那些支出可能会稍微减少一点 李梦荣也提出了建议 希望公所让养活动也可以让民众做出选择 让养时间年限最长可以拉到五年 公所就不用每一年都再用一样的事情 也让民众方便人养 记者高松双部里乡采访报道